但是其實我們可以稍微假想像一下 我們就想像這個是5公尺 這個是2公尺 當然有同學會說老師 哪有金字塔這麼小 沒有關係嘛 就一個小型的金字塔 好不好 你就想像嘛 這個5公尺 這個2公尺 這樣可以嗎 我們現在開始針對這個圖形來把它坐標化 坐標化 我們先來令它的點 來 這個叫A點 來 大家一起來 這個叫A點 這個叫B點 來 這個點叫做C點 然後圓點叫做珠點 金字塔的塔點 這個點叫做P點 我現在如果令這段長度是5 令這個高度是2 因為它講說它的什麼 坡度都是5分之2 0邊分之對邊 對吧 所以同學問你 P點 對不起 這是珠點 ABC珠 來 珠點的座標叫做0.00 我來問你 A點的座標是多少 對 講出來 10.00對不對 來 寫上去 10.00 10.00 同學 那B點的座標呢 為什麼突然又沒有聲音了 B點的座標是多少 10.00 對 磁 斗點 磁 斗點多少 0嘛 對不對 來 同學 那C點的座標 0.10.00 0.10.00 非常好 來 那請問你這個金字塔的塔頂 這個P點的座標叫做 552 對 552 對吧 同學 這個座標畫是你的好朋友 好 那這個題目要問什麼 這個題目說 這個金字塔它有四個側面對不對 他說相鄰的兩個側面 兩個斜面 它們夾角的余弦函數的絕對值 你看 講得這麼繞口對不對 這個平面假設叫做E1 來 這個叫E1 然後這個側面 這個叫做E2 不過在我繼續往下講之前 請借我幾分鐘 我來幫同學複習一個觀念 這些兩面角的觀念你還記得嗎 在空間中 來 旁邊寫一個P 好 稍微跟你說明一下 順便當作複習 除非這兩個平面是平行 或是重合 不然這兩個平面一定會加雲線 這樣可以嗎 來 跟著我一起畫圖 那請問你 什麼叫做兩面角 同學 什麼叫兩面角 兩個平面的夾角 兩個平面的夾角會有幾個 會有兩個 如果一個是30度 另外一邊就是幾度 150度 那請問你兩面角要怎麼找 要找兩面角 首先你要先找到這兩個平面的什麼線 膠線啊 你要先把膠線找出來 然後找到膠線之後 接下來要做什麼動作 在平面上找到跟這個膠線怎麼樣 垂直的直線啊 對不對 你看 這是不是垂直 然後這裡是不是垂直 對吧 然後這兩個直線 所張開的那個角度 我們在數學上就把它定義成 這兩個平面的夾角 叫做θ 這個叫做兩面角的概念 這樣還記得嗎 然後同學你應該知道吧 空間中的平面都會有什麼向量 空間中的平面都會有髮向量 所以這一個平面的髮向量 如果叫N1 髮向量就是跟平面垂直的向量 叫N1 然後這一個平面的髮向量 這個叫N2 N2 這樣可以 同學你觀察這個圖形 你應該就知道 這裡有一個四邊形 內角合是360度 這個90度90度 這個是θ 所以同學請問你 這個角度是誰 這個角度就是π-θ 180度-θ 對吧 然後同學這個角度是誰 這個角度就是θ 換句話講 要找兩個平面的夾角 你只要抓它髮向量出來 是不是就可以了 對吧 你只要知道髮向量的夾角是誰 平面的夾角就可以看出來 所以現在我們要來看 這個E1跟E2這兩個平面 它的夾角 同學這個要用哪一個公式 我們是不是要用向量版本的余弦定理 向量版本的余弦定理長怎樣 長這樣啊 cos 不要叫θ 這時候應該叫φ cosφ會長得多少 而向量版本的余弦定理 cosφ會長得多少 叫做N1然後怎麼樣 N1 然後再乘上什麼 N2向量的長度嗎 這內積的定義啊 還記得嗎 對吧 兩個向量做內積就是長度乘長度乘cos 可是這個題目 他這個老師他是怎麼樣 他不是要你求cosφ 他是要你求cosφ的什麼值 絕對值 你要不要猜猜看 為什麼他在設計這個題目的時候 他要求你要算絕對值 因為同學你知道 兩個平面的夾角 一個是頓角一個是銳角對不對 他怕有同學 在算的過程裡面會猜一個負號 所以他就要求加絕對值 這樣你懂 這樣答案出來比較不會有狀況 不然誰知道你找的是哪個角 你找的角跟我找的角 可能不一定一樣 就你懂我那個意思嗎 我猜他有這一層誤率 好那現在同學問題來囉 N1怎麼求 這個平面的法相量要怎麼求 同學那種平面的法相量很簡單 你只要在這個平面上 找兩個不平行的相量 去做什麼計 外計 對不對 就得到平面的法相量 所以這個N1很簡單 來N1我們一起來算 N1 我現在慢慢講 因為我相信你已經自己複習到這裡了對不對 來同學 外計怎麼算 我們看這個1萬這個平面 010552對不對 找這兩個相量好了 來分量超兩遍 010 對啊我們已經教過嘛 快速算外計的方法 010 分量超兩遍 552 超兩遍 552 552 分量超兩遍哦 然後同學下一個動作是什麼 頭尾去掉 對大家都很熟 頭去掉 尾巴去掉 然後要取什麼東西 取中間三組什麼是 行列四碼 這個是不是就是外計 哪裡哪裡 我又寫錯了嗎 552 552 552 乾 552 對不起 來 算一下這個等於多少 這兩個相乘前 這兩個相乘就是20 來 這兩個相乘前 這兩個相乘就是0 這兩個相乘前 這兩個相乘 所以是負的多少 50 可是同學你考試的時候 你會不會用這個來當他法相量 不會啦 因為相量可以伸縮嘛 我們只要隨時就好了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用係數計的概念 找一個跟他平行的相量就可以 我們找誰 我們找2 然後0多擋 負 這樣就好了嗎 對不對 找這個就好了 讓我們的數據簡化一點 欸 來 我已經幫你做外計囉 這樣可以嗎 來 我做第一個 我慢慢講 我不會可以講 然後再來 頭去我們再來算N2 來 N2 再算一次 同樣的動作再做一次 N2 N2的話你就取TAC拿兩個相量 10-0-0 還有 5-5-2 來 所以一樣來10-0-0 超兩遍 10-0-0 然後10-0-0 然後5-5-5-2 5-5-5-2 然後5-5-2 對不對 然後頭去掉 你看 這個動作應該很熟悉吧 尾巴去掉 然後取中間3組 行列式 對吧 然後同學 我們來看喔 這個算出來是多少 嗯 慢慢來 沒關係 這一題蠻經典的 104 年 這一題達對率偏低 這兩個相乘減 這兩個相乘 這個是0 然後這兩個相乘減 這兩個相乘 是負的20 再來 這兩個相乘減 這兩個相乘是多少 50 然後我們用係數基的概念 我們找一個比較簡單的 就找0-25就好 來 0-25 OK 這一題我們已經接近尾聲囉 來看一下 看我的過程 有沒有什麼地方覺得不清楚了 然後同學 我們就準備得分啦 來這一題 來 我們看這邊 同學 這兩個相乘坐內積 這兩個相乘坐內積 2乘以0 0乘以負2 負5乘以5 負25 可是我有掛絕對值 所以這裡是多少 25 好 N1相乘的長度 相乘的長度就是分量平方而開根號 所以是根號多少 根號29 再乘上 N2相乘的長度 分量平方而開根號也是根號29 所以本題答案算出來 跟你保證應該是29分之多少 25 104年學測考題 圖形坐標化就處理掉了 當然你也可以不用坐標化 你有興趣你嘗試看看 不要坐標化也可以做 好 這是我們班同學問的 第一題 這我們班同學問的 這問題 這題有人問喔 這我們班問的 來 你先看一下 會不會OK OK啊 來 如果OK 我們馬上進入第二題 第二題也是我們班同學問的 第三題就不是喔 第二題我想我們給他兩個讚喔 這個題目其實還好 來 這個題目其實還可以 兩個讚 這是哪一年啊 89年執口塑角的題目 假設abc珠是一個四面題 來 同學畫一個四面題給我 四面題總共有四個面 它每一個面都是一個三角形 注意喔 這不是正四面題喔 正四面題它是每個面都是一個什麼形 都是正三角形 它只說這是個四面題而已 它只說是個四面題 來 我們畫一個四面題 可以吧 四面題一般來講是長這樣 叫做abc珠 abc珠 然後他說ab線段長度是1 好 然後ac線段長度也是1 還有a珠線段長度也是1 喔 這三段長度都是1 然後還有珠ab 還有珠ac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是幾度 30度 來 把它寫出來 30度 還有哪一個角度 還有哪一個角度 vac這個也是30度 這題目就這樣 我看一下喔 珠ab 然後珠ac 還有vac 這三個角度30度 如果你把它轉過來 另外那個角度也是30度 然後他就問一個問題喔 他說底部這個三角形的面積是多少 那我這邊畫一個斜線喔 他要求這個藍色斜線的三角形面積 哪一個是正三角形 我問你喔 同學 椅子兩邊夾一角 求第三邊 你可以用余璇定理把這段長度算出來嗎 那我問你 這段長度跟這段長度會不會一樣 會啊 他跟後面這段長度也一樣 對不對 因為他們夾的邊長度都是1 他那個角度都是30度 所以你馬上就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你聰明人 下面這個三角形根本就是一個正三角形 下跌後來正三角形 對吧 下面這個底部這個是一個正三角形 欸 正三角形的面積 我不知道你們國中有沒有學過耶 同學如果我令他其中一個邊移叫做x的話 他的面積一般來講叫做4分之什麼 4分之更號3的什麼東西 s平方 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同學知道這個結果 你們都知道嗎 正三角形如果知道他一邊的長度 他的面積叫4分之更號3s平方 如果你不知道也沒有關係 反正你把x算出來 然後把他切一半 30 60 90 底層高除二 一樣可以把面積算出來 沒有問題的 這樣可不可以 就算你不知道這個結果還是可以算 所以現在我們focus在一個重點上 x怎麼算 同學要算x 兩邊夾一角球第三邊 當然是什麼定理拿來用 余璇定理啊 對不對 來我用一次余璇給你看 來余璇定理s平方 會等於什麼 會等於1的平方 再加上1的平方 再減掉兩倍 來加邊乘機 1乘以1 再乘上cos的幾度 30度 對不對余璇定理你們很熟啊 考是不是考余璇就正選了 考來考去做這些 來這裡是多少 這裡是2 減掉兩倍的 cos的30度就是sin的60度 所以這2分之多少 更號3 所以它會變成2減什麼 更號3 哇 所以s平方叫2減更號3 所以我們這一題答案就出現了 這一題答案就是4分之更號3 再乘上什麼 2減更號3 就這樣 看你要不要把它打開 隨便你 就隨便你了 你高興就好 看一下行不行 面積喔 這個就是我們的面積 本題的答案就在這個地方 你看有沒有需要把它打開 再去做整理 如果有你就做完 我覺得這個題目問的也還算不錯 還算不錯 前兩題都我們頒問的 接下來看第三題 第三題這個題目沒有幫同學問的 來我們看一下這一題 文主不會問這種問題 因為文主不會做到樹甲的指頭 這次理主才會問 來這個第三題我個人蠻喜歡的 這第三題我們給它三個讚 來這第三題給它三個讚 我們看一下這個題目 稍微你仔細看喔 他說在座標空間裡面 有一個正立方體 它的八個點點 這個老師可能有點毛病 八個點都告訴你 同學我問你喔 你不覺得他給八個點 這個條件有點太多了嗎 其實只要給幾個點就好 大概三四個點 該給的位置給 其他的應該可以自己推出來 所以他給你八個點 我真的不知道他這個腦袋在想什麼 八個點都給你也沒有關係 然後他就跟你說 如果A跟B分別是這個正立方體 他的兩個邊 其中的兩個邊 那是人邊 那念0對不對 還是人邊 人邊的終點 那麼項量AB可能為下列哪些選項 本題是多選題 從現在開始計時 我給同學五分鐘的時間